我们来看第二十三 第二十三的话是我们要学的最后一类 或者说单独拎出来学的最后一类代词 所谓的疑问代词 也就是那些提问里面的那些wh 比如说这样的一些东西 或者what 然后如果我们去读这个表的话 你会发现好像跟我们前一课的那个表 有很多很多相近的玩意儿 有很多很相近的玩意儿 我们来看看他说 Q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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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m Quo 有没有觉得其实跟之前我们22课 那个表相比的话 跟这个表相比的话 就只有一个地方 它多了一个形式 就这个 就这个 关系代词跟英文代词相比的话 就只多了一个Quiz 其他的都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这些好事也是坏事 就好事在于你好像不需要再多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表 坏事也许就是有些人又会陷入到这到底是一个疑问句 疑问代词还是一个关系代词里面去了 实际上他们两者的用处肯定很不一样 比如说疑问句 疑问代词顾名实义 它是在过疑问句里面去用 而关系代词在一般出现在一个句子中间 对吧 它是连接着主句和总句的这么一个责任 好看第二个Quiz 怎么样是不是跟之前那个表 就是真是完完全全一样 第三个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Q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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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不太一样 谁 它是个E的 而前面那个表是个O的 不行 我们再翻回去瞧瞧 这地方 它是个O的 而这地方是一个E的 就这点不同其他的 是吧 其他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包括那几个横向的一样 横向这仨长得一样 横向这仨长得一样 对吧 这是O 这个是O 然后中间这里 阴性版是一个R 好 看复数 Quiz Quorum Quibus Quos Quibus 跟上面一个表长得一样吗 交给你了 自首记最 希望你觉得 感觉就算不对回去 都感觉是好像差不多吧 Quai Quorum Quibus Quas Quibus Quai Quorum Quibus Quai Quibus 也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而且相对而言 他们的学习是比较容易 因为它是疑问代词 对吧 疑问代词的话 总体来说疑问句里面 比如说下面这个 我们就拿第一个来说吧 Quiz est Homo Ille In agro sub sole Illest Agricola Quidam 那 谁是疑问代词 显而易见这个 who who is who is the man Homo 然后 Ille That 这其实是一个指示词 说谁是那个男人 谁是那个男人 说 In agro 在哪儿 在天地里面 在田野里面 super在什么什么之下 说sore 太阳之下 好 因为这部分也是我已经录过了 我这里就不一一去给你解释了 你往下接着看下一集 你就能看到 练习部分的一个讲解 不过也欢迎你自己先去做一做 然后再来对对答案 这样你的效果会好一点 OK 行 那我们下一课再见